熱啦,拿來立一下 阿尼這裡照顧有力嗎? 熱上網就上地的交易,但是我們熱要做回去 那一天那個金鮮皮 那有人會 有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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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鎬有做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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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鎬有算40歲,但是昨天有個地方到 其實答案是40歲,40歲沒有做 那 反正兩個有的人是基竄做什麼做 那兩個 是 本來的 對 那是基童哥 有分出來的 對 分定,我要加三分 加三點 是的 這個太厲害了 接幾點 1 2 3 要換加兩大點 沒有 對啊,換兩大點 還差一點 沒有 之前那個是兩點 那天那個小提 1 2 1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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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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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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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3 5 5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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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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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說一般,為什麼? 據說 據說什麼? 據說不太得上戰色 聽你說的啊 我...腰痕 來,怎麼樣? 為什麼? 我一鍋水,一直給它加熱,一直給它加熱 用酒精燈加熱 就加熱到90度,又不在上面 為什麼? 誰跟誰平衡 誰跟誰平衡? 對 那我們給過嘛 對嘛 那裡面內部得到的能量 跟它往外散出的能量 當它平衡的時候 我一直給能量對不對 能量叫做1 我最有的散出能量 1 1.8 好,我給1萬的能量 這1度的能量 假如給火 這個火 火的能量會隨時會改變 一般不會嘛 每秒鐘給2卡就給2卡 每秒鐘給100卡就給100卡 可是這衣物會改變 會 為什麼會改變 因為中間會越來越高 為什麼它會越來越高 因為你在加熱它 為什麼越來越大 主要這個熱的傳播 它靠什麼傳播 有幾種方式 熱的傳播有幾個方式 啊? 電磁波是什麼? 電磁波 電磁波 它就是我們在講傳號的時候 它是第三種形式 第三種形式的傳播 第三種傳播 然後第一種是什麼 第一種是熱的傳播 電磁波 第一種不是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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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 可以靠戒指的是什麼 熱的傳播 比如說這邊有個鐵棒 我這邊加熱這邊會變得很燙 為什麼這邊會變很燙 因為熱就直接靠這個戒指 本身分子的正宗 正宗就把熱傳過來 所以第二個叫什麼 就簡單用熱傳導 對不對 有聽過嗎 有 應該國小聽過吧 有 熱傳導是靠本身接觸喔 因為這邊發火 它燒了之後 空間把熱傳出來 然後這個熱傳導 第二個叫做什麼 這個傳導的方法叫什麼 熱傳播 叫做 我們這邊的空氣加熱的時候 空氣會向上升 熱傳播啦 熱傳 熱傳播的時候 旁邊的冷靜就要浮進來 所以它客 你看這個空氣在清爽沒有錯 一鍋水 我加熱的時候水 熱水會往上飄 冷水再補回去 熱水要往上飄 然後補回去一直補 Shell 有沒有 這叫什麼 這叫做 這叫做 這叫做熱 請問 熱 聽過沒有 沒有聽過 現在聽到好不好 這就是對流現象 對流現象通常發生在液體或者是氣體 是液體或者是氣體 OK 固體 固體裡面沒辦法動 固體我們都知道固體的分子被卡住了 被擋住了 所以固體基本上它只能做熱傳播 熱傳掌 它靠分子分子間的振動把熱傳出去 把熱傳到別的地方去 這就是熱傳掌 熱對流 這兩個呢 基本上呢 它 呃 都 都是要跟我們接觸 對吧 那沒有接觸呢 像太陽到地球有沒有接觸 沒有 那這怎麼傳過來 挖 這超電子多了 沒有錯齁 這叫做什麼 叫熱輻射 這個輻射 我講過了齁 好 輻射不見的是Nucleal的那種輻射 核能 我們說 核能 核之音可以有 核能這東西 我們看來它之所以危險 是因為它是 它會有放射 放射線 放射線 放射線的傳播也靠輻射 輻射很簡單 這個字的意思 就是說從中心點 向四面八方跑出去 向四面八方跑出去 這個東西就叫輻射 這個東西就叫輻射 懂意思嗎 就向四面八方跑出去 這四面八方指的不是一個圓狀 是四面八方指球中四面八方跑出去 這叫做輻射 像騎腳車有沒有 腳車的輪框 跟走心 這叫什麼 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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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一根根這叫什麼 輻射 那不就是指甲 有看過這個東西吧 有 它就擋住輪框 就是中間那個抖啊 我試著當它輻射 它就是 一樣 這概念好像是輻射的概念 它從中心點向外面擴張的東西 你也可以從外面向裡面可以啊 像我們講排風喔 排風的空氣是 在地面的空氣是往裡面走沒有錯喔 那叫做輻射 從外面向裡面叫輻射 那氣流叫輻射 這樣東西是嗎 所以我們有輻射 從中心點向外面 那輻射很簡單 你看太陽這麼熱 看這個點上 它就高溫度 它的熱往裡面跑 到處跑 四面八方跑 到處跑的意思是這樣子喔 對不對 這樣嗎 這要到處跑 這不是要到處跑 所以它這怎麼跑 它這怎麼跑 歐北亂跑 就不是歐北亂跑 你要歐北亂跑 它這怎麼跑 無色 無色 像四面跑 不是歐北亂跑 它是直 對 它是直線 這是不奇怪 那你會走直線 等一下 你說 那會直線 無色是走直線 其他的都是走直線 因為它是光 對 它是光 光不是有比較直線性嗎 光有直徑性 你記得 電磁波 有 直徑性 記得嗎 好 那個俊宇解釋一下 直徑性給大動聽 來 直徑性解釋一遍 好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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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 有在聽嗎 假如有一支一片鏡子 然後我從那邊 呃 放閃給它看 然後我從那邊看 然後 你那邊如果 也照出 你 我看到你的樣子 的話 就聽起來很直 蛤 哇 好大 好大 好 好 就聽起來很直 好請說 玉涵行說 光的直徑性怎麼回事 這樣合理 蛤 我是這樣合理 蛤 那這樣是舉手啊 不要講話啊 來 許宇換許宇說 許宇也舉手了 蛤 光的直徑性 什麼是直徑性 蛤 蛤 我從舉例中間 可能到大中 那大中就是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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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光的可力性 那就是光的可力性 蛤 光的可力 我先沒進的話 大中嗎 聽我講 大中的影子透過我的鏡子 反而上眼睛 同樣的你的影子 會透過我的鏡子 反而到大中眼睛 那就是光的可力性 所以我當我在 你跟我中間放了一張紙 你就看不見我 我會被這張紙擋住了 好 我就被這張紙擋住了 那這跟什麼 假設這是一條河流 河流的血汁會流動 假設我中間放上紙 會怎麼樣 會把河擋住嗎 會死掉 會死掉 然後如果放上鐵板 如果放上鐵板 如果放上鐵板 你看 河這個流動 河子轉個彎 河流只是水轉個彎 它會不會把水擋住 不會擋住 對 但是光會擋住 如果在你中間的東西 放著紙板的話 你的光不被我擋住 就被紙板擋住了 對不對 浪到我了 這光的直徑性 所以 電磁波 從看 浮測出來 它直徑性也浮測出來 它不會倒住 懂嗎 它不會倒住 那是不一樣的概念 好了 這幾個東西的傳播 快跟慢 都跟什麼有關 都跟 熱 跟熱有關 跟什麼熱有關 設定 好 我們說 這個溫度從這個溫度 要傳過來很快 傳過來很慢 你們覺得跟誰有關 講一下 大家看 戒指 好 跟戒指一定有關 但是光會先幾波 沒有戒指 跟兩邊熱溫 沒有錯 太好了 聽口加一點 好 好 有時候就是 聽口很多點 他在這學題 得點的 那個 速度是特別快的 是那個大點 人才敢先波的影響 你看 好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這個東西 我在講說 這些東西是 你慢慢去累積你的常識 你就更可以大量假設 是讓科學的發展 科學的發展 科學的發展都發展 就是說 我們當中最親愛目前的東西 要越多 你要去大量假設 未來會怎麼樣 當你可以假設得出來 當你可以大量假設得出來 的話 我們整個社會 又更快的發展 又更快的發展 我覺得 很多偉大哥 剛剛製作的厲害 因為他們 有多想像力 牛頓 他研究出萬有力 你看 萬有力 萬有力研究出來之後 他就好想像出來 所以有人說牛頓是一個偉大的 想像 對 想像 他是想像 他想像出萬有力之後 你知道嗎 後來的科學 就證明萬有力存在 放到多少時間 他隔了大概三近五十年之後 他被證明出來萬有力存在 你看 我現在就在地球上 萬有力氣得我 可是你慢慢就沒有感覺 我昨天過了一個 過了一個 在Facebook的分享給我們 剛剛講到說 有喔 好難喔 他說 兩隻魚啊 兩隻年輕的魚在游泳 他父親開始這樣 一隻老的魚走過來說 哎你好啊 你覺得水怎麼樣 然後那兩隻魚 就找啊 然後就看著老頭子 老魚就走過去了 那兩隻小魚就有小魚 兩隻小魚就居往前游 有一段時間之後 其中一個實在的人 就是說 他媽啊 他到底在游什麼水啊 什麼是水 你知道這故事的意思是什麼嗎 身在服中 你要說身在服中不知 自服要自服行動 但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說 當群人 有一點點 但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說什麼可 他說當群人 當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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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意思是說 有時候我們常常習慣的東西 你不知道它實在 空氣 空氣也是喔 我們呼吸的空氣 你知道 是從 我們從人出生就有空氣嘛 如果人出現在地球上 就已經有空氣了 隔了幾千幾萬年之後 到17世紀才開始說 原來這邊是有東西的 你不覺得好笑嗎 他們才研究 原來這邊是有東西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研究看看 這到底是什麼 才慢慢回去分析它 研究出它的成分 否則我們從來 以前的人 在那個營養之前 沒有人知道說 原來我跟你之間 身邊還有什麼東西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是叫空氣 好 同樣的水 是一樣 活在隨雲它覺得有水 你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你覺得很習慣 我們每天都在地球上 你會覺得 綜藝對你們有大印象嗎 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你有沒有感覺 綜藝怎麼辦 可能也沒有感覺 可是你在牛頓這麼偉大的 這個地方 大家都習以為常東西之下 研究出說 原來兩個物理之間 你會覺得這需要一個很大的想像力嗎 比較有什麼 是吧 他想像 原來是這個東西 他想像出來 愛因斯坦也是啊 愛因斯坦想像出 一個物體 當它到光束之間的運動 速度運動到光束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 實質上的變化 他一思考的問題 後來他推倒 就是相對熱的 喜歡他那個年代 有辦法做相對熱的職業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沒有辦法 他用他的想像力 去想像不能止 那個狀況 會非常了不起 所以 我們要上課可以這樣 你現在習到這邊 我可能跟一些 你沒有通常的問題 你要運用你的想像 去想像這個問題 你可能這個意思 懂嗎 當你這個運用越多的時候呢 你就有辦法解決 你未來面對的問題 你說 怎麼樣 還是我沒有 為什麼 你都想說就好好說啊 為什麼你還是不要說 為什麼 因為我突然覺得 我講的話好像有點孩子 我不知道欸 該不該小朋友講事情 我都不知道該不該怎麼 對不對 欸有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這是勇氣啊 為什麼要帶孩子去爬山 要帶人去挑戰 訓練 訓練勇氣 但是調到位置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很大能力啊 我覺得在清水 或者在身體或教學 有一個很大的東西 要給同學 是要讓你有勇氣 面對未來 你的未來會怎麼樣 知道 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看這邊在 這邊假如都是你 沒有路可以走 你假如可以走進去 那是勇氣 你可以走進去那裡上哪 下面是懸崖 就哼哼哼就掉下去了 可是你沒有勇氣去踏進去的時候 你等上一邊等 等大家高頻結合 你永遠就走不出去了 就只能站在那裡 然後那還蠻可惜的 你說 有勇氣了齁 要搶啊 走不止 那旁邊應該會有很多東西 有沒有 你看嘛 現在的路都被人手工 被人手工 所以你們現在未來 你們未來的世界是一屆風裡 為什麼不知道 你要講嘛 有一天如果是油被我們現在用完了 人家長大就用了說 喔我的車子沒有油可以加 到底要加什麼 風電 電從哪邊看 對 來風氣 從插座 從插座 對 好厲害 我那兩個小朋友 這個路怎麼在修啊 沒有 好 怎麼樣沒有 石墨西聽過沒有 沒有 沒有 大神在講說我都聽過 你是他講給你聽 你就沒有 我聽過石墨 沒有 石墨西喔 石墨西是 好像是上上上界 一個都被物理學講的 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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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 他有辦法做出便宜的石墨西 好 那石墨西很簡單 就是把石墨 一層石墨弄出來一層 一層分屍的石墨 弄出來之後 石墨他會發現他很多功能喔 那其中有個大眾 他會使用電容器 電容器是什麼 電容器可以幹嘛 補充電 補充電 像一般的電池啊 像這裡面有電池齁 電池 它可以放電 可是電池放電 它沒辦法很大的電流放電 你以後腳踏電流還沒有 它沒辦法讓電流放出來 所以 假設你一用的話 手就會變得燙對不對 對 電池就受不了 可是電容器可以喔 電容器可以順先提供大電流 所以像我們車子啊 電容器要啟動的時候 就要給它搭電流 你靠電池沒辦法 所以如果只靠電池的話 車子就會沒有力 我按壓油門 那車子 要慢慢起步 因為開始的那個質量很大 關心得很大 然後呢 如果你有電容器 你可以一直在 就出去了 它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衝力 可是電容器很難做 所以石墨吸出來之後呢 大家看它很多的特性 可以做超級電的 可以做超級電的 超級電容 超級電容呢 可以損很多電 可以損很多電 而且可以高速放電 然後它變得很厲害 很棒 所以說有些時候 這種人說超級電容 所以現在媽媽已經很便宜了 沒有說很便宜 那之前是做不到 怕它可以做到 那就是有做過 那人都沒有講 超級電容出來之後 就有人在跟住人說 你們家也看過 啊 超級電容做出來了 石墨吸超級電容做出來了 同時一跳舞 就不要再養愛石友了 對 東東那些國家就吃大便吧 蛤 有啊 你沒聽過 那你再多看一點 多看一點 我們想要多看影片嗎 然後呢 你看到這些人就想說 欸 真的嗎 我石墨吸電容做出來 我就可以大量的不用電動車 所以我就不用再用石油 對不對 不用石油 為什麼不對 為什麼 我電動車我幹嘛用石油 我只有其他 你要用一些石油 不然現在也能用石油 為什麼 石油就要用啊 就放出裡面就好 那一下就好 幹嘛你要用石油呢 這樣講對不對 石墨吸也會用 石墨吸用的 比較不容易用的 因為碳在地上很多 那你的問題在哪裡 那你的問題在哪裡 碳啊 那你的問題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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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在 我這石墨吸電池 可以出了多點 電從哪邊來 發電廠 發電廠用什麼發電 蛤能 除了蛤能 除了蛤能 現在蛤能不是大到蛤能 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只有佔2% 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 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用什麼 油 油嘛 或者是 水路的天然氣 或者是煤嘛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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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只有佔2% 超超超的 我現在台灣基本上大多 發電廠都靠火力發電 台灣都在外 二氧 對 對 二氧 可是現在有暫時比差 對 連台灣都暫時比差 那現在因為 現在目前台灣的 你看好 一直以來台灣的最大問題是 溫室氣體排放量特別大 尤其是二氧化碳的部分 那這問題就是 其實突然發電 還有氣機車呀 突然發電沒有水啊 嗚!! 突然發電沒有膨啊 突然發電 0 因為有太陽 有太陽啊 但是沒有地 而且其實台灣齁 台灣的位置屬於太米亞的交界處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時候會有陰天 會有雲 會有彈的發電池 沒那麼好 你一整年都很熱嗎 請問一下 沒有嘛 我們一整年平均下人 製造時間沒有很多 可能就百分之最多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南部地區蠻好的人百分之七十 那可能現在就有很多問題嘛 就是說大家擔心第一個核飛掉的問題 第二個擔心是核電腸過爆炸的問題 好 回來回來回來 所以呢 剛剛講齁 我剛剛講那個詞 奇怪 其實我們現在知道 這些能量的傳遞速度 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速度越來越快速為什麼 傳遞速度很快速為什麼 溫度什麼 有一個溫度喔 他講的不是溫度 他是位的主 我可以講嗎 好 你說 兩邊的溫度 兩邊的溫度差 你看 這邊是一百度 這邊是九九度 這邊是一百度 這邊是九九度 這邊是一百度 這邊是九九度 他只有差一度 他流過已經沒那麼快 這邊是一百度 這邊是零度 他流的就很快了 懂我意思嗎 溫度差的一個想法 它基本上是個斜度一樣 當兩邊這個溫度差很大 斜度很大 那能量就很快 那溫度差很小的時候 它基本上是會流動的 這樣懂你嗎 所以太陽的能量可以流很快 為什麼 太陽的能量 假設啦 所以太陽的能量 假設啦 所以太陽的能量現在表面上是幾個地方是斜度 那溫度可能是幾萬度嗎 我不知道 也不是兩萬度嗎 欸有 好的 那請問測度中 有沒有比兩萬度還高的溫度 會很大 有沒有 猜一下有沒有 應該有 為什麼會有 來猜看看 沒有 因為宇宙感覺有神秘的 宇宙有神秘的 有 有的說法 為什麼你認為它會不會高於兩萬度 我們今天不是只有猜一看 猜一看簡單 有沒有 猜完就結束了 不是 你猜有 你要看看有的原因是什麼 你猜沒有 要想看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你猜沒有 要想看沒有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很懂學的啦 有質量更大 沒有錯 有更大的分心 它燃燒的能量更大 它燃燒的能量更大 它燃燒更高的時候才能去得到熱平衡 對吧 沒有 懂意思嗎 沒有 沒有 再講一遍 我這邊就 酒精燈燒 它的熱平衡已經要達到了 對吧 可是呢 我如果給了能量更高呢 更快啊 更快沒辦法 但是這總體會不會升降 不會 不會喔 我上次講 我不用酒精燈成只要八十度 改用酒精燈 我給超一百度 為什麼可以超一百度 為什麼可以超一百度 我給的能量更高嘛 它平衡它 這個是要在更高溫才會更平衡 我不知道更高才能去平衡 因為它更高溫它散的才越快 它就平衡它的溫度啊 對吧 平衡它的能量 我能量給的越多的時候 它一定要散的越多才大家有平衡 它散的越多 宇宙的溫度整體溫度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是三坑左右 三坑左右 三坑左右 不是啦 我們大家在講溫度計 沒有 我們在講到攝氏跟華氏 我們也講到凱視對不對 等一下再講凱視 等一下再講凱視 好 所以呢 這能量給的越多的時候呢 它必須 它的溫度就會去往上衝啊 可是你溫度越高的溫度散的越快 溫度越高就散的越快 是不是 是 是嘛 所以它已經高到一邊的程度之後 散絲的能量跟我得到的能量一樣多的時候 這溫度就平衡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假設我能量很高 我這邊得到溫度比較高 所以假設我現在有個星球很大 月亮天堂星 是太陽的好幾千倍 這麼大一個星球 在哪裡啊 天堂星在後面 在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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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宇宙裡面 那是不是想當它的表面溫度的更高 對 合理吧 好可怕啊 那我們怎麼說大的表面溫度 可以吃啊 可以嗎 我們知道表面溫度確實更高 你可以查 你可以查一下 天堂星的表面溫度跟太陽的表面溫度可以查一下 天堂星的表面溫度 蛤 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所以我們知道溫度越高 它能量算是越快 然後 所以我們的溫度給 給一個布置體能量的時候 它的溫度總是有上限 對吧 好 上限上來的 所以溫度會不會持續增高 會不會持續增高 我一直給人量 你溫度會持續增高 不一定 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 嗯 因為它不會在增空 那太陽還在增空 有 有 有沒有在增空 有 它旁邊有一團氣質 那在氣質的外面呢 就增空啦 它能量怎麼規 它的溫度有什麼規則增強 因為它在膚色什麼規則 對 它就這樣它比較膚色 怎麼這樣它比較膚色 怎麼這樣比較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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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滅 小嘴 那它不包光 它能量跟外面一樣 它它不會膚色出來 對不對 在膚色之前它都會膚色出來 所以這樣 它太高就 為了要平衡 所以才會膚色 不是為了平衡 它這個流動是很正常的 能量的流動 就是溫度很有關係 你的溫度高 它就會自動越快 你的溫度高 事實上簡單來 它是電子波 是一種 我們未來講到它 我們講 所有溫度實上是 原子震動的腳下 因為震動實上是 電子移動腳下 所以溫度越高 你可以想到它震動越快 電子在裡面 可能繞得越快 會怎麼樣 它這時候 它可以放出更強的電子波 它可以放出更強的電子波 那電子波 就能量 能量就跑出來 現在能量就下降 那下降之後呢 當它的溫度 跟溫度 因我一樣 跟溫度一樣 解釋律燈給人家 就一定能量 都沒有再扯 解釋律燈 好 所以就是溫度上升 溫度上升就有極限 只是那個極限 那個極限 我們極限 那個極限 那個極限我們極限 那極限目前來講 我們不知道極限在哪裡 它可能會很高嗎 因為我們就是 每個物體它的溫度更高的方式 就 我們沒有掌握到 宇宙那麼大的溯度都掌握到 所以一定 反正比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 溫度 比如假正不知道 假天堂基因是10萬度 所以宇宙中 應該有比10萬度更高的溫度 但是在哪裡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極限是有極限的 是有限制的 OK 好 K是什麼 K是什麼 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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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個姓凱的人 一個凱氏 一個凱氏 好 這個凱氏 有人做實驗了 那我把溫度 點它成這樣它會升溫 那如果降溫呢 降溫發生什麼事情 降溫發生什麼事情 降溫把能量拿出來 你第一次把能量拿出來 哪一個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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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哪一個更冷 沒有錯啊 我比如說這邊是100度的水 我要把它降溫 很簡單吧 我把它泡到另外一個水裡面 20度 假的這個水很淡 很淡 水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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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會變幾度 20度 還變20度嘛 對吧 它溫度都跑到20度這邊來 它變20度 那我希望它的降溫怎麼辦 再降溫怎麼辦 再降溫怎麼辦 換10度的水 它變10度對不對 那我希望它降溫呢 它再降溫好了 它變0度 那再降溫呢 冷凍 去那邊找負石度的水 那是找冰塊 拿冰塊 負石度冰塊去哪邊拿 冷凍 冷凍庫裡面 它穿冷凍庫怎麼做出來 就變了 用電骨盆可以做出冷 電骨盆可以做出冷 電骨盆可以做出熱嗎 電骨盆可以做出冷 讓冰箱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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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熱水變多 冷凍庫 看說冰箱怎麼會變 會變呢 因為它要轉 它跑去壓桌 它跑去壓桌 不是吧 它是壓桌 壓桌 壓桌 啊 信不信的 很沒嗎 我們說 拿著冰箱 通常都會怎麼樣 通常都會變得 通常會吸熱對不對 所以它可能會變冰對不對 對吧 所以呢 我就把一種 叫做冷凍的氣體 先壓在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這是一個小管子 這小管子的時候 變胖胖管子 好 那胖胖管子繞來繞去的話 很像大腿一樣 所以大家就 就變氣體了 所以這胖胖管子 都是冷來熱的 都很冷的 而且那溫度可以到零下 等到零下三度十度 都有可能 這個空氣呢 我覺得它搭檯空氣從旁邊經過 然後 然後 這空氣是被降溫了 對 這大概是熱定的嘛 降溫了 這空氣要出到室內 哇 結果冷氣了 對吧 結果都降溫了之後 你不就要有溫飽 就變氣體了嗎 再回去壓桌 再回去壓桌 我就把這氣體倒進來 再把這氣體倒過來 倒過來才壓桌機 可是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在冷氣旁邊 會變 外面會彈熱 會變熱 對 我現在去往下降 好 這個壓桌機就把這個空氣的冷 壓壓壓壓壓 壓壓 壓壓變什麼 把熱氣壓 變一體 對 變一體 變一體 一直壓上去變一體 好 壓氣 又變成 又變成 冷 又變成液態冷 變成液態冷 這個液態冷 哪強是熱的還是冷 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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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燙超熱 對 燙超熱 很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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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是 很燙很燙很燙 蛤 因為壓壓就變燙 那你有沒有在打氣 有時候他要去摸那個打氣總 爬去是不是熱的 對 有沒有摸 沒有 那大家一做時間都沒摸 有 你有摸到 打氣總是燙的喔 那更何況 這個壓壓壓機打的冷 每次把氣力打成液 我們打只把氣力打成液 我們打只把氣力打成液 對吧 我們就已經變燙了 這個會更燙喔 會更燙喔 這個燙的 空氣怎麼辦 這燙的這個冷煤怎麼辦 也是一樣喔 放進去吧 這樣子 管門經過 那旁邊要放很多 啟動板 用電風燈去吹它 電風燈去吹它 降溫啊 要把它降溫 最熱就跑進去 熱就跑到室外去 可不可以問什麼 台北很熱 現在很冷 又有冷氣啊 那熱都往外排喔 好了 那我這邊把它折開 這個 叫做熱排 熱排呢 再衝到這邊來 衝到這邊組成起來 組成起來 就再從這邊小管 抬去 它膨脹 又降溫 降溫完了之後 從這邊經過這個壓 就變成激態 又發熱 發熱 發熱排到室外 降溫排到室內 這個變冷氣體了 好嗎 好 這樣複度可以降低喔 所以我好多人 也要把複度降低了 所以我現在得到 複蝕肚子的病患 然後這裡可以這邊 腿邊提度 複蝕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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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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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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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複��蝕肚子 因為它太熱了 它就是打人氣 它降溫沒有辦法這樣說 它太熱了 你要把這些冷鏡送到外面去 還是不是 好 它太熱了 好 那 事實上喔 剛壓的時候 這邊還不見得是氣體 剛壓在這邊的時候 它還不見得是氣體 它可能還是氣體 它經過這樣冷 經過這樣排著降溫之後 它很降到這邊之後才會變地體 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因為它太熱了 太熱的時候它還不是地體 它還是氣體 它必須降溫才會變地體啊 懂我意思嗎 壓只是 像我們打氣 容易打氣打氣打氣 我們只把那個管子裡面 從低壓中間高壓溫起 那這樣是不是這樣就變得是氣體 怎麼樣 對對對 它熱量被帶走沒有錯 這個空氣 我們不講 這空氣中 呃 我們那邊一直講保溫杯的例子 保溫杯 剛中間熱水的時候 裡面都是熱空氣對不對 蓋子蓋起來 它慢慢降溫的時候 熱空氣會變什麼 熱空氣變冷 熱空氣 熱的水氣會變冷的水氣 再繼續降溫會變什麼 就會變水啊 所以當你這個保溫杯裡面上面的熱水氣都變成水的時候 請問裡面是什麼 有沒有空氣 空氣就幾乎沒有嘛 這變成空嘛 變成空對不對 變成空對不對 所以你看 熱水氣降溫之後會變熱的水 對吧 會變液體喔 是不是知道這個意思 有印象嗎 熱的水氣降溫 熱水氣嘛 我們的燒開水燒出來之後 那邊噴水 不是熱水氣嘛 你如果拿一個冰鍋 拿一個攤灑上面 這是不是變水 為什麼變水 因為水氣降溫就凝結嘛 水氣降溫就凝結嘛 同樣的啊 這個冷煤被壓住的時候 這邊整盤熱的冷煤空氣喔 冷煤的氣體 經過降溫之後 它變液態 再進到這個空氣 再把它放出來 它來吸熱 所以這是有很多辦法去帶走這條降溫對不對 要帶走它才會降溫 要把能量帶走 好了 這個溫度很高 你的媽能量帶走 不要隨你把能量吸收嘛 對不對 好了 那你可以降溫 降到幾度 降溫 低度 多低度 所以我一般來講 你這樣問 所以這個低溫有沒有理解 有啊 今天什麼 跟高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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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降溫有什麼降溫 它必須 我必須要降溫 我會要降溫我炒 你要跟低溫才能降溫 跟它一樣 對 低溫 那我要再降溫 再把它降溫 我要再降溫 我要再降溫 我要降溫再降溫 再降溫更低溫的降溫 好 那就可以了 高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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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溫可以 高溫度 高溫度高 浮射出去就多 更高 浮射出去就更多 所以當你浮射的 跟你深溫的 能量一樣 多都是在平那邊 知道嗎 低溫是你必須把 找個東西 來把能量帶走 你必須找個能量把它帶走 找個低溫的把它帶走 能量 能量 你這能量跑出哪裡 這溫度 有溫度就有能量對不對 對 這能量第一次拿出來 它才能夠降溫嗎 你怎麼把那能量拿出來 怎麼把那能量拿出來 這樣子 怎麼樣子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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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現這個溫度啊 這個體積會跟溫度有關係 它呈一個比例關係 簡單來講 他就畫一張圖 我這個溫度 他有一個體積 我這個溫度 他有另外一個體積 他就一張圖畫出來 到底入息的時候 他有一個體積 他發現 因為他沒辦法溫度一直往下 因為我們有能力 我們人類沒有能力 把溫度一直降低 能力做不到 所以這條線沒有做完嗎 做到沒有體積的時間 但是他做到這條線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用猜測的 猜測當沒有體積的時候是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點就是負273度7 聽起來很少啊 聽起來做得到啊 就是做不到啊 我沒有能力把能量去帶走 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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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就是 從這個就變0K 這個就變0K 好啦 帮你进过规则 宇宙中 其实它做的温度喔 两个人之间 所以目前的宇宙温度是3K 嗯 那很恐怖喔 就是温度270度 好 宇宙温度是3K 所以请问一下你有 你有任何能力把温度降到3K一样吗 你要3K 是不是 你要比3K还低 你是要找个2K 跟它平衡 才可以降到2K 那平常宇宙中有2K的东西 那是可以用假的吗 假的吗 用散热的方式 就是可以用温度的方式 可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温度之下 2K 3K之后 这胸部都没有固定 那没什么东西 没办法压缩 没办法做散热 3K的时候 这些冷酶都是固定的 它也不会空上 也没有气可以吹啊 所有空气都是固定的 3K的之后 所有空气都是固定的 对 其他你可以做 我对它吹劲 有空气吗 没有气 它全部变固定 3K全部都是固定的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吹 没有东西可以这样子做转换 所有转换在我们常用做得到 在很机会都做不到的 你还没看emas 这是什么 好 你还没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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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想你 这还没吃光 这还没吃光